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掘的最大墓葬 墓主人是秦始皇的祖先秦敬公 他的面积居然和足球场差不多 墓室深入地下25米 相当于地下8层楼 站在旁边如临甚远 墓葬的长度更是超过300米 考古队从1976年开始挖了10年 创下考古界之最 但也因为太过惹眼 历史上曾被各大盗墓门派 当成了科目山时训基地 密密麻麻247个盗洞 把大墓捅成了蜂窝煤 成了全中国盗洞最多的古墓 参考旁边正在发掘的 陪葬车马坑上的盗洞 可以看到不同门派 不同时期的盗洞 风格还都不一样 有圆有方有大有小 他们的业务水平也是参差不齐 其中有十几个团伙 准确打穿了隋葬品最集中的棺果区域 但最让考古学家感到恐怖的 却不是盗洞 他们先在二层台积上 发现了二十具被打蟹八块的尸骸 然后又在果室周围 发现了一百六十六具 呈蜷缩滋滋的尸骸 这就是恐怖的活人殉葬之多 可以看出这些人分属三个阶级 最低等的二十人是战俘 在大墓丰埋时 被现场砍杀用于祭祀 性质和宰杀牛羊一样 仅只围绕在墓主棺果周围的七十二人 是大臣和嫔妃 拥有相对体面的棺材 外围一圈九十四人 则是墓主生前的家奴厨师月师 被装在只有一层宝板的简衣墓箱里 那他们是自愿殉葬的吗 秦始皇祖先的墓里 居然用了一百八十六个活人殉葬 提取残存的头发进行检测之后发现 里面竟然含有极高浓度的拱和身 也就是说他们是被披霜堵死的 然后被捆绑成统一的蜷缩子 保证面对主人的时候永远是跪着的 那他们当时是自愿殉葬吗 这不能完全按现代人的思维去推理古人 有些大臣家奴觉得跟随先王到另一个世界继续侍奉 是自己和整个家族的荣耀 当然不愿殉葬也是人之常情 史料记载 墓主的弟弟就很害怕被选为殉葬者 提前跑到了晋国 这种惨无人道的活人殉葬制度 到秦始皇时期就演变为了陶土制作的兵马俑 除此之外 秦敬公还为自己准备了九十平米的豪华棺锅 用了六百八十根千年不符的百墓累跌而成 这种名为皇长提凑的墓葬形式 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使用 当时身为周朝诸侯国国君的秦敬公 却敢僭越 如此看来 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并非平地起高楼 早在百年前 秦国君主就把称霸天下的野心 悄悄掩藏在了墓室之中 好 好